好 我們從小都說自己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嘛 講的當然是中華民國人啦 那我們就是中國人不是嗎 所以賴總統今天在國慶演說上 他說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 深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但是否應該說清楚 兩岸關係仍然是憲法一中呢 所以呢 這個忠實社論就建議了 根據這個 我們可以看到的呢 這個中華民國建國至今其實是從未消失 只是版權的這個這個治權的版圖縮小了 從歷史的脈絡法理的依據上來看 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呢 是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 是無法否定的 那麼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 也是鐵蒸蒸的事實 那麼民進黨呢 打算要將台灣家園上升 變成國民和中國並列相互奪利的國家 那麼踩踏對岸 堅持主權領土不容割裂的原則 這樣恐怕會造成兩岸陷入兵凶戰危的邊緣 那麼台灣目前是有什麼樣的實力 能夠對抗中國大陸嗎 其實就是民進黨的確信 認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是堅若磐石 但美國總統在重大問題上 不能夠違逆他們的民意啊 所以美國的民意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要補充一個數據 根據美國智庫芝加哥 全球事務委員會的公布的這個調查 台海如果爆發衝突的話 那74%的美國人認為 美國應該要空運來援臺 百分之五十九認為要提供武器 百分之五十八完全反對美國派兵 所以按照這樣的民調來看的話 以美謀獨是不是根本行不通呢 台灣不能夠不備戰 但是備戰更加的要緊 應該要先力圖維持現狀 可遵憲法 而我們的自處之道呢 恰恰就是韓國瑜所拋出的四句真言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美麗台灣是我們的家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跟自由民主 是我們的寶 誰都無法否定台灣與祖國的深厚血緣 歷史和文化關係 強行切割的話恐怕將是後患無窮啊 所以這四句話是不是其實就是我們 維持現狀確保和平的自處之道呢 立文怎麼看 我先回應一下剛剛輝文問的幾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我從側面瞭解 黨中央跟我們的立委為什麼出席國慶的原因 是因為國慶的主辦單位是主辦人是韓國瑜 所以他們做了這樣一個決定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馬英九沒有出席 這讓我對馬英九有一點點刮目相看 為什麼說只有一點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知道這是馬英九這一生 最重要的政治信念跟底線 但馬英九的政治性格 長年以來大家都非常瞭解 他是一個千千君子 固權大局 他從來不是一個搞政治鬥爭 也不喜歡搞政治鬥爭的政治人物 所以對於這種國家慶典 你可以看到長期以來 馬英九都是一個非常固權大局 很有禮貌的一個政治人物 從來不搞政治小動作的 但是他在今年的國慶大典上 用不出席來表示他對賴清德的台獨信仰 他與他無法同席 因為這踩到了馬英九對於國家認同的 最重要的一個底線 所以馬英九做這樣的一個政治動作 我必須說在他的政治性格跟政治生涯上 是非常罕見的 以馬英九的標準來講 這可是天大地大的大動作 所以這是馬英九非常嚴肅的一個立場 第三就是說有關於這一次的國慶大典 賴清德所談的這些話 我待會來談我的看法 但我覺得韓國瑜的這樣一個談法 太過保守了 今天民進黨執政 總統是賴清德在當沒有錯 但是國民黨身為一個最重要的在野黨 也必須在重大的政治時刻 重要的國家慶典或重要的國家場合上面 應該談清楚那國民黨對於兩岸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如何面對 未來是什麼 不能夠只是講一些不婚不素 不能夠只是講一些好像不對不錯的 這種四平八文的談話 大家都知道國民黨不主張台獨 反台獨 但是大家不知道 在現實的國際環境底下 在現實的兩岸處境中 那國民黨怎麼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呢 那國民黨怎麼面對未來的兩岸發展呢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的 在這種重大的政治論述上面的蒼白 虛無欠缺 才是今天國民黨真正的問題 那國民黨的人也沒有像馬英九這樣 國民黨內比馬英九衝的 比馬英九兇的 比馬英九能鬥的人太多了 但沒有人像馬英九拿出嚴正的態度來 那最後當然就是最重要的 我怎麼看賴清德的國慶談話 賴清德在我眼中也不過就是眾多政客之一而已 他真心相信的是什麼 我一點都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他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在他好不容易選上總統的第一次國慶大典上面 他為什麼講這些話 如果他一輩子的政治信念是台獨的話 他比不上馬英九 馬英九可以為這個不出席 但是他如果可以為了權位 在他這一輩子最重要的國慶大典上 說出唯心之論 為什麼 這才是我好奇的 如果今天李登輝他這一輩子就想要兩國論 為什麼在當年老共還很弱的時候 大陸還很弱的時候 李登輝不敢台獨呢 而是在他卸任之前 莫名其妙不負責任的丟了一個兩國論 然後就沒有了 就縮了 就縮回去了 那為什麼在陳水扁 第一次政黨輪替2000年到2008年 當總統的時候 胡腳蠻纏一邊一國 他最後也承認他李登輝不能台獨 他也不能台獨呢 蔡英文更是如此 而且他國會還多數呢 大家好不容易叛來了賴清德 賴清德也是如此 那證明了什麼 甚至於每一次說要修憲的時候 民進黨總是有一些250的立法委員說要來改啊 要把這個我們的領土範圍改掉啊 要把國企也改掉 要把什麼也改掉 哪一次不是全部都在高層 民進黨高層的壓力底下不了了之 全部吞回去 民進黨哪一個敢提案修改憲法 講到公投 這是過去民進黨最大的神主牌之一啊 蔡公投 連蔡公投都得吞回去 多少次只要公投涉及到了憲法 也就是涉及到了主權國體的時候 哪一次不是民進黨乖乖的吞回去 我剛講這些證明什麼 證明了賴清德相信什麼不重要 證明了民進黨的神主牌 拜誰不重要 證明了民進黨每一次執政的時候 他們都必須向全世界 也向全台灣人說清楚一次 台獨是一個死胡同 台獨沒有未來 我們不會台獨 還要他們講幾遍呢 還要講幾遍呢 請問沈柏陽 請問這一些 你們還要民進黨講幾遍呢 那為什麼這麼講 520的時候上任講的不是還比今天凶多了嗎 520的時候上任的時候 還不是在那邊一直闡述了兩國互不隸屬嗎 那國慶大典也不過過不到五個月 收回去了多少 縮回去了多少 為什麼這麼軟弱 為什麼這麼懦弱 為什麼這麼懦弱 為什麼不敢把你心中所愛所信仰的人 大膽的說出來 大聲的講出來 是誰嫌棄台灣 是誰害怕台灣 台灣不是你的國嗎 台灣不是你的母親嗎 你當了總統了之後 你就忘了你的母親是誰了 你就不敢承認你的母親是誰了 這不就是賴清德嗎 好一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啊 賴清德演得還不夠好嗎 想必是來自國際的壓力吧 是來自北京的壓力嗎 還是來自華府的壓力嗎 不是全世界都支持你嗎 那你怎麼不敢講呢 第一個 這個才是我在乎的 第二個 賴清德講了 他在他的這個裡面想說 希望能夠跟中國一起努力 中國當年在國際的支持底下 參加了世貿組織 所以希望為全世界的貿易跟繁榮 盡一份心力 他不是很好笑嗎 從中國加入到今天 對全世界貿易跟經濟貢獻最大的 難道不是中國大陸嗎 整個全球化難道不是中國大陸推動的嗎 不要說全世界其他中國境外的 中國大陸讓超過十億的人脫貧 享有現在這麼現代繁榮複數的日子 這難道不是人類的奇蹟 這難道不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嗎 然後現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金磚各種努力 難道不是在幫全世界脫貧嗎 看看非洲 西方列強在非洲搞了多久了 上百年非洲一窮二排 中國大陸去了之後就不一樣了 然後賴清德講 台灣一直在為兩岸區域的和平做努力 也希望現在在面對俄乌戰爭 面對中東亂局的時候 中國大陸能夠做出貢獻 中國大陸的貢獻還不夠大嗎 俄乌戰爭是誰挑起的 是誰在那邊鼓動利用烏克蘭 加入北約製造的戰爭 難道不是美國 難道不是西方嗎 中東的矛盾是誰造成的 以色列可以這麼的囂張 背後難道不是因為美國 一而再再而三無底線的撐腰嗎 那今天讓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 兩個世仇可以和解的 不是中國大陸嗎 讓巴勒斯坦所有敵對的派系 可以團結的 難道不是中國大陸嗎 一路以來一直要求俄烏要和談的 要求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這邊 要和談的 難道不是中國大陸嗎 賴清德恐怕不是這麼想的 但我覺得如果臺灣跟大陸 可以攜手合作為全世界的繁榮 為全世界的和平 共同努力 那這個我願意看到 這就像他在十月五號 國慶晚會講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我們的祖國 我期待他講 那中華民國是我們的祖國 未來全世界的華人 全世界的中國人 都會把中華民國當作祖國 你說不出口 你今天希望中國能夠為繁榮跟和平 盡一份力 我也希望你未來講 兩岸的中國人 兩岸的華人 絕對可以擔起全世界的經濟繁榮跟和平的重鎮 賴清德 你有沒有骨氣跟志氣 能夠說出來呢 還是你只是每天看著美國的臉色 前言不對後語 完全不知道今天自己的處境是什麼 更不要講 除了兩岸跟國際問題之外 你所說的什麼能源改革 什麼氣候變遷 什麼這些健康安全 哪一樣不是過去八年 你們民進黨信誓旦旦一再跳票 完全做不到的空話騙局 你還能繼續騙下去嗎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